那,那在Test 1第十四条呢,就完了 如果你要控制一个地的用途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地,它的有什么用途啊? 它的用途比如说,它是用来寄住的,住的 它的用途是商业的 那怎样子呢?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决定这个地用什么呢? 可是最重要的东西是 我们是在那个地里面用的 所以呢,我们是写在那个地上面的 D-E-V-I-C-E-Device代表工具 可是这个意思呢,就是代表一些词 一些Statement,一些字 一些写在地上面的一些事情 我们就在地上面写出来的 那所以呢,答案呢,是Restriction 为什么呢?因为Restriction 是代表 我不能理 你不可以在那个地里面做什么 你不可以在地里面做什么 什么不可以做 Restrictedly 它用这个办法去告诉你 你不可以去卖酒 你不可以在你那一个房子里面呢 租给其他的租客 比如说这样子 所以那些是Restriction 好了,你想一下 你看了 比如说宋令Ordinance 它不是在地里面的 宋令Ordinance 是什么东西? Ordinance 这个是市政府City 的一个法律 宋令是 虽然你好像看了 宋令很像啊 宋令说 那个房子是可以 做商业 宋令说 那个房子做 那个Residential 可是 那个是法律 它不是在地里面 C Encroachment 就更加不可能了 Encroachment 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树木 它 在我的那个房子那边 那个树本身不是我的 它那个夜 它很很大的这样子 过了 它不应该过的地方 比如说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例子 一个Fence 那个 铁的蓝 它呢 本来是 在后面的 它现在 往前过来 我的房子 Encroachment 的我了 D 也不是Eastman Eastman 代表什么呢? 两个房子中间 一条路 大家可以走的 那 它根本 都不是控制 在D 里面的 你看 BCD 都不是在D 里面 可以找到的吗? 在D 里面 可以找到的 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Restriction 所以 在这边 第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 学到一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 对那些 生智了解 不然的话 ABCD 你要猜 你要古迹的时候 你根本都猜不了 为什么你连 B是什么东西 Ordinance 法律 你都不懂 Encroachment 是一个很 General的Term 刚才说过了 比如说一个树木 一个Fence 一个Balcony 也行的 那个Balcony 在我的轮居 那个Balcony Balcony是路台 他那个路台 往我的房子 那边过来 所以他占有 我的那个房子的空间 Air Space 所以他Encroachment 我还有一个东西 要跟你说 Croach C-R-O-A-C-H Croach 是一个称翻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 Cockroach C-O-C-K C-R-O-A-C-H Cockroach 的中文是 蟑螃 它是称翻那些木头的 Cock C-O-C-K 是木头吗 所以Croach 是吃的东西 吃Croach C-R-O-A-C-H Croach 吃木头的东西 的昆虫 我们叫Cockroach Encroach N-E-N 是一个字 是把后面的 那个名词 变成动词 Encroach 就是 称翻我的 把我的木头 咬碎了 把我的那个屋子了 咬了 把我的草咬了 把我的Fence 称翻我的Fence 称翻我的Air Space 你要从这个方向 去想了 你就明白 E-N 比如说 另外一个字 Encumbrance 也是这样子 用E-N前面嘛 Enable E-N-A-B-L-E 就是有能力 Enable 是 那个女孩子 有能力 I enable you 我 令到你有能力 去考那个牌 I enable you to pass the real estate exam 我 把我的能力 把我的能力 传授给你 等你有能力 去考那个地下 I enable Able 是能力 Enable 是给你能力 所以呢 我们了解 B的那个答案 C的答案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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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从E-A-S-E 是容易的意思嘛 Easy E-A-S-Y 你记得吗 Easy 很容易 所以Ease 是一个给你方便走路的一个好处 Easy 的一个路 M-E-N-T 整个英文字是把那个英文变成一个名词 Noun Encrow是一个动词 后面加M-E-N-T 就把那个verb 变成一个名词 Noun E-A-S-E 其实是一个动词 to ease 他加了M-E-N-T 就把那个容易的词 变成一个名词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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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条路 给大家可以走的 你那个邮差过来我的街上面 他要走 Ease M-E-N-G-R-O-S-S 如果我和他我的邻居有一条Ease 我因为过了他的路 过了五年 我是open的过 走过他的路 我是non-tourist的 open and non-tourist 我是公开的走他的路 这个叫Ease-man by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就是我要去争取 所以呢 Ease-man 只是Ease-man自己本身呢 其实有一个课 他讲Ease-man有多少个种率 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了那个YouTube的那个课 那个课讲Ease-man的 那你呢 就全部Ease-man的东西你都了解 了解完之后呢 你再读这个题目呢 你就很简单了 很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他怎么问你 你都知道 还有最后一句 就是restriction 所有tion的字是noun 什么有前面to restrict 一个verb 后面他加了tion就变成一个noun restriction呢 我们在deed里面呢 是一种private restriction的 私人的 因为deed呢 是一种私人的工具 原来restriction 有一些叫public restriction的 是公开的 public的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读了那个restriction的type type of restriction 有private 有public 那简直 我们考这些题目的时候 他变了 我们都懂了 好 OK